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 神韵热传欧美澳各界精英赞誉 佛州人权理事会主席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迫害法轮功恶人名单在地美加英澳新五国政府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热传欧美澳各界精英赞誉 2020年3月 神韵热继续席卷美国 加拿大 欧洲与澳洲 这台展现5000年中华文明的世界第一秀 以纯正的中国古典舞 声乐家触动心灵的演唱 独创的高科技动态天幕 缤纷华美的服饰 明亮超凡的色彩 舞蹈和中西合璧的现场伴奏乐团 呈现完美的组合 缔造辉煌的舞台艺术 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令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深感共鸣 对神韵推崇备制 2020年3月4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加拿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兼曼尼托巴权力与自由协会教育主席 埃斯特尔拉姆鲁女士 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温尼博百年音乐厅的演出后 赞叹说 色彩缤纷 给人欢乐与向上的感受 美得令人感动 我感觉像是被灌注了能量似的 非常美妙 拉姆鲁女士赞叹演出很感人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神性 随着故事的展开 让你感到你也融进了舞台 入镜和演员们在一起了 她表示 对演出时间仿佛顺时极固而遗憾 因为神韵内涵太丰富 自己需要细细揣摩才能了解到更多 即便这样 也看到了古代中国文化富含的意义和趣味 同时了解中共迫害人权的现状 2020年3月5日 美国坎卡基市交响乐团董事长 林恩·艾尔登女士与友人在芝加哥南郊大学原市 州长州立大学表演艺术中心观赏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后 她说 神韵演出如诗般美丽 我完全陶醉其中 艾尔登女士被演出的平和之美感动 她说 这样的演出能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她认为 演出中展示的普世价值 人性之美 让人感到内心的共鸣 如果我们都能彼此有更多的这种连接 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佛州人权理事会主席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2020年3月7日至8日 南佛罗里达第三十届亚洲文化节在迈阿密举行 亚洲文化节上有亚洲的景致 音乐和食品 吸引了众多喜爱亚洲文化的南佛罗里达居民 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蓝底黄字的帐篷 祥和的功法展示 吸引了很多居民驻足了解法轮功 布劳沃德郡人权理事会主席 布劳沃德郡人口贩运联盟的创始人兼主任 阿德里亚尼·李斯 驻足在法轮大法的摊位前 由于李斯从事人权反人口贩运的工作 李斯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 在中国所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李斯说 大约在六年前我进行了一些研究 在以色列有一个器官贩运市场 那里贩卖的器官大部分来自中国 而这些来自中国的器官 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李斯说 问题是如果你需要一颗心脏 那必须在相对较快的时间内进行 因为心脏在身体之外存活的时间非常短 的确 你可以去中国待两周 并且可以进行这项手术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你必须在两周内进行谋杀 才能使这件事情发生 李斯还跟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练了第一套功法 法轮功学员告诉他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 以真善忍为原则 李斯说 法轮功信仰真善忍 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受益 斯洛伐克各界人士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近期 斯洛伐克各界人士观看了有关调查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后 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纷纷谴责中共的迫害 前斯洛伐克议会议长米克洛斯可 2020年1月29日说 当我观看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影片时 我感到中共太邪恶了 当我了解到美国参议院通过 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决议 欧洲议会通过类似的决议 以色列和台湾禁止他们的公民 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我认识到精神力量是不会被暴力击垮的 他说 中国号称拥有经济成果 高速火车等 但是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经济成果都变得没有意义 因为这伟大的文明之国 将永远因迫害的发生而猛耻 电影导演兼演员 朱拉伊恩沃塔说 我相信信仰是不可能被抑制的 中共领导人不要忘记希特勒的下场 现在已经是21世纪 还在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 但我相信正义终将获胜 他表示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中国的器官交易正在蓬勃进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去花钱购买健康 但却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为代价 他说 我要求中共停止血腥暴行 弗拉基米尔·科莫里是斯洛伐克的内科医生 热带医学专家 也是布拉迪斯拉发市圣伊丽莎白 私立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的院长 在了解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后 科莫里表示 他的家人在共产政权的地牢里渡过了21年 他说 所有的斯洛伐克人 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的压迫和警察的恐吓 没有人幸免于难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鼓励年轻一代 让他们认识到为人权而战并非易事 许多人为此遭受了很多苦难 我欣赏法轮功学员的打不还手 他们在这种非暴力的情况下 在融化迫害者的心 迫害法轮功恶人名单 在地美加英澳新五国政府 要求对其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近日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及新西兰等五国的法轮功学员 将又一批新整理出的 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 递交给本国政府 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 拒发签证甚至冻结其资产 自去年11月份 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 同步递交五国政府之后 国际社会在制裁人权迫害者方面 又有一些进展 在2019年12月9日 及国际人权日的前夕 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一致通过决定 将启动制裁侵犯人权者的 立法程序 以对全球范围内 严重侵犯人权者实施制裁 该立法在欧盟相当于 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问责法 此法律的通过将是全球维护人权的标志性事件 从去年12月开始 澳大利亚议会就制裁人权迫害者的问题 在国内外广泛征集意见 许多信仰及人权团体给予了积极正面的反馈 今年1月 美国政府两位官员在华盛顿一家人权组织的协调下 与许多信仰及人权团体的代表见面 专门详细解释了 对人权迫害者实施经济制裁的相应法律条款 并回答了代表们的问题 两位官员表示 为了使相应法律真正起到作用 他们非常需要各受迫害团体 给予他们支持与帮助 为他们提供恶人名单及其恶行记录 法轮功学员们将继续从明慧网刊载的材料中 选取恶人 整理翻译其迫害恶行的材料 将名单递交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 要求予以制裁 真善忍美展在德国展出 观众赞叹信仰力量 德国法轮大法学会 于2020年2月5日至25日 在黑森州的奥芬巴赫市市政厅 举行了为期三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参观者们被画展表现出的 美好 正义 勇气和希望所感动 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 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 他们表现了修炼者对真善忍境界的追求 和面对邪恶势力不屈服的精神 自2005年 此画展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展出上千场 受到各国政要 人权组织 艺术家们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赞赏 这次画展是在黑森州州议员 欧利威·西迪伯科和奥芬巴赫市市长 菲利科斯·西文克先生的支持下举行的 画展期间市政府经常举行各种会议 由于会议厅正好设在画展展厅的旁边 因而与会者有机会观看画展 他们经常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 竖起大拇指表达感佩之意 安娜·托伯特女士在市政府 从事教育系统的研究工作 在一次开会时 她注意到法轮功学员 正在展厅里布置即将举行的画展 就这样她被吸引来参加 2月7日的画展开幕式 托伯特女士说 一些画作催人泪下 中共那样残酷地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们 真的难以忍受 她认为正是那些反抗强权的人 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 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维持我们的社会 因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的价值 他们才能坚持下来 来自奥芬巴赫市的阿尼塔 和法轮克福的加斯敏 一同来看画展 阿尼塔说她从画展中获得两种感受 一个是她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感到十分震惊 另一个是她感受到了一种强光 一种强大的正的力量 远远高于邪恶的势力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